即将到来的八月和卫星空灿烂,你期待吗? 新华社电天文专家介绍,即将到来的八月和卫星空灿烂, 公众不但可以欣赏到经典的天狗吃日, 还能目睹圣洛朗的眼泪和津行东大剧, 以及水星西大剧等起伏观赏新的节目。 率先登场的是八月十一日的日片时,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教之恒说, 这是今年的第三次,也是最后一次日片时, 此次日时,我国中,东部地区可以看到待时日落, 西部地区可以看到全过程, 婆父圣宁,有圣洛朗的眼泪支撑的应先作流行语, 将在八月十三日凌晨四时至十六时, 从东北方天空划过, 见识,感兴趣的公众可在十二日晚至十三日晨, 找一个灯狂干扰少和周围遮挡物场的地方, 仅凭肉眼就能看到美丽的流行语。 今年因先作流行语, 每小时里落天顶流量的最大值可达一百颗至一百四十颗, 以明亮而著称的金星将于八月十八日迎来东大剧, 此时的金星非常明亮, 明亮度可达付四点二等, 如一盏明灯挂在西南方低空, 多部天宇,傲视群星, 借助于望远镜, 公众还可欣赏到金星如小月亮般的迷人身影。 照着横提示说, 神秘的水星将在八月二十七日上演西大剧, 这是水星今年的第三次西大剧, 由于水星先于太阳升出东方地平线, 日出时地平高度约十七度, 因此在太阳升起前, 公众可在晨曦中的东方低空, 看到水星闪闪发亮, 水星的亮度为负零点一等, 上眼可见, 赵之恒说, 周润见, 来云星华社, 图片视觉中国图文无关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